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废一死后 按照道理 将为可能接班吗 未必 这个时候 蜀汉内部 有人之力比他还要深 像钟玉 像廖华 像张仪 像张义 他们这些人之力都比将为还要来得深 那我们先讲张义跟张义也好了 这两个人是蜀汉 蜀汉内部的益州人士 那钟玉也好 廖华也好 他们是荆州人士 我们可以看得到 废一执政时代 政治氛围已经完全变了 蒋婉时代还好 可是蒋婉一死 阿斗自设国事 所谓自设国事 他主要的政令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那蒋婉虽然推荐了江维 与废一共入上书室 但是确确地说 他想成为所谓的执政 其实没有那么顺利 如果不是废一意外死亡 这个中间还会有其他的变化 只不过废一因为遇刺而死 然后蒋婉上来的时候 蒋婉上来的时候 蜀汉的政治局势 各位去看 益州人士都各个年龄已经大了 政治之力全部超过蒋婉 那荆州人士忠誉也好 廖华也好 各个军政之力也超过了蒋婉 但是阿斗那个时候 他就任命了蒋婉为大将军 可是他的上书令 各位记住 他的上书令叫陈琦 陈琦是谁 陈琦算是东周人士 那这个东周人士 他主要是许静的外甥 就是蜀汉的师徒 还有太父叫许静 那陈琦是从小 从小养在许静家里 跟阿斗一到长大 所以阿斗在飞衣死后 他马上命令陈琦担任了上书令 那陈琦就跟阿斗的私交很好 这个时候蜀汉政治局势已经完全变化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过去我不是讲诸葛亮在外的时候 蒋婉逐一逐时逐兵吗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当废一在外的时候 那将为是逐一逐时逐兵吗 可是等废一当政的时候 各位仔细看看 没有人配合蒋婉 就是把他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 可是到了废一一死 蒋婉为大将军的时候 他对朝中的人士 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握 全部都是阿斗人民 这个跟诸葛亮讲完 废一还有决策权的状况之下 是完全不一样 况且各位要知道 蒋婉是一个没有班底的 他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他被俘虏的 那俘虏完 他是由蒋婉元担任 珍稀将军 珍稀将军就是段后将军 然后给他虎步监 虎步监训练完了以后 他又是蒋婉的军师 那军师马完了陆上书寺 陆上书寺完了以后才是大将军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蜀汉他后期的变化 政局完全掌握在阿斗的手上 换句话说 阿斗已经在这个时候有任免 朝中文武百官的权力 过去没有 可是废医一死以后 阿斗就完完全全自设国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当江维当权的时候 蜀汉的政治局势是对江维最为不利 所以很多人说蜀汉之王是王于江维之手 的的确确他身为大将军 他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真正的王国是王在了阿斗的手上 所以江维他当权时代是蜀汉政局最为混乱的时代 那这种真为混乱的时代刚刚好离王国已经不远 所以我们来讲奉行诸葛亮一致 江维想要奉行诸葛亮一致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阿斗是百般的签字 当然这个北伐是蜀汉的一个国策 他也不能说要他也不能说不要 但是各位要知道当江维要奉行诸葛亮一致的时候 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珊都出来反对 说那我不让你北伐 乔州的仇国论就在江维这个时候写的 当然他在废医执政的晚期有过非常非常大的争论 那江维担任大将军他什么事他都决定不了 包含北伐的事情连诸葛亮的儿子全部反对 你就可以说北伐这个国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因为在蜀汉后期他们认为质保都已经不足了 怎么可能进行所谓的北伐 所以在江维执政时代虽然表面上叫九伐中元 但是实质上他是甚少败多 这个时候整个的政局变化非常不利于江维 所以他想奉行诸葛亮的遗志 连诸葛亮儿子都不支持的时候 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可想而知 那第二个改北伐为侧翼进攻 就是说当他认为你们都反对北伐的话 我就改为侧翼进攻 你改为侧翼进攻 当然你需要充足的兵力 这个时候江维做了一个非常蠢的事情 就是过去汉中视为一个北伐基地 所以魏延有从门有众门之意 那是出于易经 那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众门之意 或者实为战略 其实实为战略确确确的说 就是把所有的班哨或者是部哨还是台哨 通通通通用到国境线上 就是说我建筑各种的碉堡防御公司 这个是少量的兵源 我把它放在第一线 作为部哨 班哨 巡哨 然后牌哨 然后据点 都可以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发掘敌兵的入侵 还有一个暂时能够抵挡敌兵的入侵 所以我们用现代的术语叫做少兵在前 因为你弄牌哨 班哨 步哨 一定兵力不可能太多 然后由一个点变成了 好 你形成了一条线 那这一条线 我们可以说少兵在前多兵激动 那所谓的多兵激动 就是说这些班哨用现代的话讲 就是说我一个私放在这个地方 我大概三分之一的 我三分之一的兵力 我都把它推到前线去 当做一个正面 可是一旦发现敌人入侵 或者我要侦测敌军的行动的时候 我下面还有两个旅 我下面两个旅的话 当做机动部队使用 你从哪一个方向来 我就用什么方式去做抵御或者进攻 这个完了以后 就是后面 就是少兵在前多兵在后 然后重兵出击 那重兵出击 他主要的用意是因为 好比说魏延他镇守汉宗 大概有三万多人 他大概是把所谓的三千多人 通通布上牌哨班哨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门户 第一道防线 那第二道防线就是机动部队的 他那个驻扎的地方 那第三道防线 他就逐城 那逐城的话 因为城可以容纳很多的军事物资 所以他就重兵出击 从这一些叫做从门之意 叫做实为 可是将为的时候 他因为他要采取彻翼进攻 他需要大量的兵力 而这个大量的兵力的话 他的整个的战略通通放在梁州 他希望从梁州把关中的右臂 或者是左臂把它切断以后 他再直入关中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把魏延的兵力从汉中全部抽光 他全部抽光 不能说是全部抽光 他当然很多历史学家说 这个叫做后退决战 他只要守住建门关 建阁那就好了 那事实上 这个是一种战略上的选择 但是他为什么会采取后退决战 主要是兵源不足 因为如果你汉中 你要做这样子守卫的话 那我的西边 我就没有办法进行彻翼攻击 所以他把部队把它调到了建阁 想集中兵力 就是说这种实为从门之意的兵力已经不足了 他必须是向后撤 就是把前哨基地 完全的撤退到后方 把后方当作前方 各位想想看 这个时候应该是蜀汉部队的兵力不足 还有一个蜀汉部队的战力不足 那更重要的是 中央根本不可能给你兵马 三个 三个当中的一个 或者是三个全部都有 所以他把改 北伐 彻翼进攻就是证明 江维如果再弄北伐的话 他是毫无成功的希望 攻而不守 骚扰战略 各位要知道 攻而不守 攻而不守 一再进行骚扰战略 你是非常引起注意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江维 他在担任大将军以后 他九发中原 那很少成功的关键 因为他几乎都是运用骚扰战略 那这种骚扰战略 只要骚扰久了 那大家通通知道 你下一个目标 会再骚扰到什么地方去 当你下一个目标 知道你要骚扰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 你马上你就会发生问题 我这个地方 我事先布好 口袋阵地 我就等你来 你来骚扰 我就让你骚扰 可是一旦让你骚扰的时候 我就可以实行合围 这也就是说 江维为什么屡次会败在邓爱的手上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你骚扰战略久了 因为你骚扰的地方 骚扰的地方 就现在观念看 第一个民居 人民比较多的地方 第二个粮食比较多的地方 那你第三个是 军兵路线比较容易的地方 然后第四个 我那个撤退也比较容易的地方 第五个 就是说那你这个骚扰点 放在那个地方 我们就拿台北市来那个讲好 像他真要骚扰大概三个地方 一个南港 南港续子一带 一个是林口泰山一带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新店一带 就是说你要不停地骚扰台北的话 你从东边 就是我们所谓的宜兰 宜兰就在新店一带 就是北宜公路一带 那你如果从宜兰来的话 那你骚扰区的话 一定是在新店 新店还有 那个景美一带 然后呢 你要从南边来 一定是林口泰山一带 对不对 你如果是从西面来的话 一定是淡水跟 淡水跟四陵一带 你要骚扰台北 大概就是这四个地方 以东西南北这样子 作为一个区化的话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江维他攻而不守 攻而不守 然后他采取的是骚扰战略的话 各位就可以发现 你骚扰越多次 敌人越容易掌握你的动向 当敌人掌握你的动向的时候 他马上会派兵合围 所以江维的执政 对蜀汉来讲 他已经没有废医跟蒋婉的条件 蒋婉是诸葛亮一首提拔的执政大臣 那费医是跟阿斗同时 同时半读的朋友 那江维呢 江维只不过是一个西方上市 那这一种西方上市 他是毫无本地 那至少蒋婉 金州氏族支持他 那各位再来看看 像费医 金州跟东州人士通通支持他 那唯独江维上台 金州跟益州人士 通通都不想支持他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江维这个执政大臣的权威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早已不如江维跟非议